真是跟不上了 有些人已经惨不上气了 你为什么不说实话 你的分手在心里默念好多次了 有没有想过说分手 因为这些事情 想过没有 是积攒起来之后是有 为什么不敢说 因为你怕背上一个薄情寡义的骂名 因为他跟着你来了北京 因为对方的父母对你非常满意 你们也有过彼此的交往 甚至和对方的父母是有一点感情 所以这一切让你感觉你说不出口 但是即便是在此时此刻 在你的心目当中的标准 它一定不是你想要的爱人 一定不是 如果他今天说分手 我想你内心会有一些如实重负的 会减轻一些 轻松很多 是啊 那就明白地说出来 要分手 其实如果今天分了 谁也没对 谁也没错 不必背上任何所谓的心理负担 有些人心气很高 高到有很多梦想需要实现 就像你 但是心气太高的人 往往疏忽于对于自己身边亲人的注视 因为你很少低头看 有些人心气很低 低到只想求安稳 但是却没有一点斗志 有些人的心门开得很大 大到来来回回可以走很多人在你心中走过 但是难免有人可以趁虚而入 比如说男闺蜜 你跟他不会发生什么 但男闺蜜想跟你发生点什么 你是无法防止的 但有些人心门开得很窄 窄到只有一个人能够进进出书 看上去是专一 长此以往 那就变成了自私 你们这样的两个人在一起 有没有可能 是有的 那就是等那个心气高的 撞得满头是包头破血流回来了 心气低了 但是你还没有到达那个年纪 你还想闯 所以这没有问题 那就按照你现在的想法去 但是请说真心话 他虽然有诸多的不道之术和无理取闹 但他敢说真心话 我心眼就是小 我知道我做出来的很多事情 不符合道理 没有礼貌 不尊重 但我心里就是想把你绑在身边 可是你没有说真话 你要走就走吧 千万不要等到哪一天 你跟他纠纠纠缠 而你在这段感情之外 却有了另外一个心仪的人 那个时候 你对于他的父母 和对于他 以及这段感情 才真的是 薄情寡意 现在说 至少能够达到 坦坦荡荡 你说呢 好吗 这段感情的取决权在于你 由你来说 好吧 就这样 谢谢